一直以来 就是有一群人 坚持用他们的双手 默默地为台湾的公益延续生命 他们都是说 吃苦 他就动在吃饱了 就是有这样的坚持与努力 让我们感受到台湾公益的美丽 所有的感动 就是希望这份属于我们共同的文化 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 台湾公益之家 需要大家的支持与关怀